快要过年了 好多人在过年一定要吃萝卜糕 来博得好彩头 或者能要吃一颗甜蜜蜜的 花生糖讨喜器 所以年前业者订单接到手软 有萝卜糕的老板说 他一天要产十顿的量 等于是二十四小时不停工 才有可能在年前 把美味送到消费者手里 Post的萝卜糕在热锅上 煎得滋滋作响 翻面后已经变得金黄酥脆 萝卜糕外酥内软的口感 任谁都想要尝一口 工厂内被满满的蒸笼香给包围 现在过年就要到了 萝卜糕工厂也如活如荼的感知当中 而他们过年期间的销量 更是平常的五倍之多 工作人员快手将白萝卜去皮后 放入机器里切成丝 再将调制完成的米浆 倒入蒸笼里做形 蒸丝到五个小时后 再将热气蒸腾的萝卜糕 放两约六个小时 古早味萝卜糕就大功告成 辛苦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它就是非常的早起 就是因为客人都三四点就来了 从制造到蒸吹出来 从前面要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这间工厂一天平均生产 两千公斤的萝卜糕 到了过年期间 产量更是增长五倍 一天就要产出八到十吨的份量 大约四百笼 我们平常的话差不多两千公斤左右 那过年的时候就因为大家都要拜拜 所以那时候差不多变成差不多一万公斤 过年到前面那三天 还要去找很多的工读生来 做三班的轮班二四小时生长 除了萝卜糕 贾滴滴和桂泥花生糖业者 同样忙翻天 三名员工将刚出炉的花生糖 快手切块 另一边则忙着把花生糖 装进塑胶桶里 打包赶着出货 不过民众来到店里 有钱却买不到 直接在店门口 张天已售完公告 二月一号才开放现场购买 民众只好摸摸鼻子乖乖回家 有的老主顾更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打电话订购 早就没接 接不到12月车 开始接不到就想要求 今天又要求就要了 再过几周就是农历新年 业者纷纷加班 赶着出货 就是要在年前把美味送到消费者手里 东森才一顺 陈林康华明综合报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